国际奥委会,中国台北奥委会若敢更改中国台北名称,就开除,中国台湾地区将于11月24日举行2020年东京奥运会使用名称的公民投票提案,而中国台北奥委会的目的很不纯,就是试图更改中国台北这个名称,结果还未等到提案。 国际奥委会就直接出面警告,若你敢更名,直接开除中国台北奥委会会籍,国际奥委会副执行长皮尔米洛在19日致函中国台北奥委会,信函中写道,国际奥委会一直密切关注这会帮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,以及其他即将举行的国际大赛的地方公投情况,国际奥委会尊重言论自由,也不会干涉地方程序, 但是根据奥林匹克宪章,这件事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,中国台北奥委会CTOC目前的名称,是在1981年签署的协议中确定的,任何更改名称行为,都必须经过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和批准, 而国际奥委会已经在2018年5月2日和3日在洛桑的会议上审查了这一情况,并决定,不批准中国台北奥委会名称更改的需求,不仅未得到批准,国际奥委会副执行长皮尔米洛还在信函中表示道, 一旦中国台北奥委会执意更名,则有可能被国际奥委会除名,且也会直接影响中国台北选手的参赛权。